大家好,又是展望演讲后的星空讲座时间了 不知道大家是否有观赏到双子座流星云呢? 有的话恭喜哦! 接下来还有一个天文事件要发生的 就是下星期一,21号的土木合 土木合简单的来说 就是土星和木星在天空中看起来最接近的时候 因为土星和木星实际上是以不同的轨道绕着太阳运行 所以最接近的这个情况只是在天空中看起来的样子 实际上还是距离很远的 由于土星和木星大约20年就会发生一次合 但这次为什么会推荐大家观赏呢? 这是因为这次土星和木星合的时候 在天空的距离只有六角分左右 六角分可能大家没什么感觉 讲一个大家比较熟悉的天体月亮 月亮的大小为半度也就是30角分 所以这次土星和木星的距离只有月亮大小的五分之一 上次这么近的距离已经是400年以前了 而这么近的距离底下 我们是有机会使用望远镜观测时 在同一个视野中 同时看到土星、木星和它的四大卫星 而且这次观测时间也还算可以 因为在天黑的时候我们就可以看到西边阳角20度的地方 看到土星及木星 所以下个礼拜一下班下课后天气许可的话 推荐大家顺便观赏一下 之后也可以看看东边的天空 因为冬季的星座正好要升上来 冬季星座升起来的指标就是卯秀星团 又称为七姐妹星团 出现的位置差不多是在东边阳角30度的位置 用肉眼看的话会感觉到一团糊糊的东西在天空 但仔细的看事实上是可以看到好几颗星的 据说古代阿拉伯人是用卯秀星团来鉴定士兵的视力 视力很好的可以看到九颗 但一般来说七颗是比较容易被看到的 而这七颗星又有点类似日本汽车品牌Sparu的商标 因为Sparu在设计这个商标的时候 就是根据卯秀星团而来的 下次我们就要来正式说说冬季星空了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